大家好,我叫黄奈亚 我今年四季水了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收督亚加达 我在中国差不多快一年了 在留学的一年里 我有到了很多遇见普通的经验 比如说语言、食物、环境、普通的习惯 但是普通并不意味着不好 朋友们相互好 美好的一点又开始了 今天是秋日 秋末快乐 昨天好像又打风了 但是今天天气太热了 我觉得最近天气变化多端 欢迎来到我的校园生活 这个是我的大学 南通科技学院 对我来说我的大学没那么大 可是环境很好 人们很热情 然后学校的背门口就是地点站 所以说如果你想吃着玩的话很方便的 因为我今天上午没课 所以我打算去图书馆复习一下 我平时窒息大概一两个小时 我其实并不太喜欢学习 超时间的学习很容易困 现在学习结束 我们先去食堂吃饭吧 去食堂之前我想去超市卖了一个东西 我在这边很快习惯了 我对中国的食物感兴趣 我觉得大部分中国菜很好吃 而且我也爱吃 现在我想让你们看看今天我吃什么 但是你有中国男朋友吗 没有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不这样对你 我和我朋友很喜欢随便聊天 平时从52点人太多了 然后突然老板叫我的名字 他说他看到了我的抖音 看到了 中国的习惯是一定要用筷子吃饭 但好像我用筷子的方法不对 对吧 然后我几乎每天我都会买一杯奶茶 谁不喜欢奶茶 真的我很爱奶茶 如果我心情不好 喝奶茶就开心了 我的最爱是野国奶茶 当然了 我觉得我现在爱上了中国 好的 谢谢 已经看到了我的生活日常 再见